哈囉 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又有一點點緊張 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先感謝一下大家就是 今天一整個下午然後到現在都還願意留在這邊 然後聽到我的演講 請大家給自己跟主辦單位一個鼓勵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正式來開始吧 今天對我而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對我自己而言旅行的意義 陳其生的歌都聽過嗎 不行不行來不及來不及 好那我先簡單做個自我介紹 我叫劉貝塔 就是貝塔就是測試版的那個貝塔 對那對我而言呢 我其實蠻喜歡測試版這個 持續進化的一個狀態 它其實可能有很多的還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它會有它的存在才會有正式版 跟更好更好的可能的發生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的部分是說 在我 那曾經我擔任了六年的留記者 四年的行銷企劃 那在旅 應該是說身為一個旅人的角色 我絕對不如前面只會講著這麼的有經驗 可是這兩件事情 或包括我的職業的這件事情 都其實講白了只是為了滿足我個人心裡面 就是有一個長不大的小屁孩 他就是喜歡找人家講故事給他聽 然後把故事記在腦海裡面 然後甚至等到下一個願意 聽這個故事的人 那今天大家就是願意聽這個故事的人 對 對 好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今天能夠站在這邊跟台下的大家 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 那所以我會簡單的用 我自己的經驗帶大家看一下 我觀察到的就是 我們從台下的人變成台上的人 到底這個狀況是怎麼變成這樣子的 其實你們都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每個人 以後都有可能可以站在台上 然後有點緊張 但是還講得出一些什麼東西來 好 那我就從第一個部分 是我2011年的事情 2011年的時候呢 其實我那個時候大概手上存了一點點錢 然後做了幾年的文字記者 然後關於旅遊呢 其實老實說啦 身為旅遊記者這件事情 在外人看起來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在 當你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除了工作 你會去旅遊的地方之外 放假你只想要在家裡睡覺而已 對 但是 當我結束了那樣子的一個工作之後 我發現我對旅遊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那麼有熱忱呢 我就決定給自己放個大假 那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去 看各個世界的古蹟 太吉馬哈林也是我一個很想去的地方 但是這一次我選擇了去五哥窟 那還蠻幸運的是 這個是誰大家知道嗎 師奶師姐師妹殺手 謝哲青先生 我很幸運的就是跟到了謝哲青 他們幾乎算是一個家族的私人聚會的小團體 那其實謝哲青先生他已經很久不帶團了 可是他的那個魅力就是在 那個酒店裡面讓我過得非常的如暮春風 每天都 對 暈暈倒倒 因為他講的東西非常的精彩 然後人也是 對很精彩 對 所以 其實在大家一般現在的想法裡面 這一趟旅程可以想像他非常的棒 我們看了非常多的古蹟 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每天晚上唯一的行程 就是按摩 兩個小時 因為不然明天沒有力氣繼續爬 爬憋的古蹟 對 那 但是呢 我現在回想起來 2011年的這一趟旅行 在我那時候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開心跟滿足 好幸福喔 好開心喔 可是 當我回到台灣以後 我現在其實幾乎完全想不起來 這個當中的任何一個 值得我現在印在腦海裡 分享給大家的片段 我就又投入了工作 就又開始 那一次的旅行隊友員 他就只是一個 一個犒賞自己 犒賞完了 好你又得要 重新面對工作裡面的 每一個痛苦的 改稿啊 趕稿啊 然後老闆的雕啊 所以我一直到了 2012年 那個時候我 也是在這樣子類似的一個場合 我就聽了一場演講 然後認識了一個 帶台灣人去柬埔寨做志工服務的團體 然後 他突然勾起了我心裡面 某一些的想 某一些的 好像上一次旅行埋下來 但是我已經忘掉了一些隱憂 然後 OK 我上一趟去柬埔寨的時候 我看到了好多的 宮廟 好多的 好多美麗的地方 好漂亮的飯店 好漂亮的用詞 但是 這就是柬埔寨的全部了嗎 我們其實還是有看到一些東西 可能觀光區旁邊跟你要錢 要糖果的小孩 然後 可能路邊 很瘦的 很瘦的牛 或者是機場旁邊出來 一帶你看到一些 就是像草屋 或者隨時會倒的房子 你根本也不知道裡面 會有人住嗎 那是誰住在裡面 所以我決定為了這些 我想要找到這些答案 我又再去了一次前不在 這一次我到柬埔寨以後呢 我待了接近40天左右的時間 這個是我們行程當中 可以去參訪的一個 一個村民的房子 這個是他們的地板 然後有一個縫 旁邊就是用草編成的 所以下雨的時候其實都會漏水 然後這樣大的一個空間裡面 住了三個大人 六個小孩 然後也進到村落裡面 我終於知道住在村落裡面的人 是在過什麼樣的生活了 有沒有發現他們比我們想像中的 好像快樂一些什麼 好那我先帶大家用一個影片的方式 就是快速的帶過我去簡單的這些內容 這些內容 在那邊 神往快樂 神往快樂 优伍编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刚刚大家看到的呢 其实是我这一趟去柬埔寨最主要的一个 需要服务的内容 就是我们是帮一群 一个孤儿院的小朋友盖一个新的孤儿院区 在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环境里面 它大概是一个将近一千坪的空地 那我们必须在这个空地上盖六栋的房子 那这些房子的主要的结构都是用竹子 一根一根的组成的 所以包括说你看到的每一根竹片 它其实都是用人工的方式一片一片织进去 就像我们织一个不织布一样 那这个 这是我在柬埔寨跟我感情最好的三个小朋友 他们其实 年纪其实都比你们现在相像看得到的年纪都大 但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的关系 所以他们看起来大概都才七八岁 那讲到工地的部分呢 我当初到工地的时候工地长这样子 只有地基 然后屋体的高脚屋的柱子 但是什么都没有 大概那边的平均室温是四十度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把一根一根的竹子编成屋顶 对 然后所以呢 那个从来就是纤细柔弱 又只会躲起来写稿 又不喜欢上体育课的我 几乎就变成一个很邋遢很糟糕的状况 但是呢 这个是远区现在 今年现在的样子 你几乎没有办法想像到 它几乎就对我们来讲 它就像是一个 我们亲手打造而实现的一个梦想 的一个家 那另外我们有进入到学校里面 去做一些卫生教育跟文化教育的推广 然后也会帮这些小朋友们 直接把我们在台湾木道的物资交给他们 那这是上课的过程 然后这个是我们教导他们要去 要记得勤洗手 对 勤刷牙 这些都是在那边 能够让这些小朋友生活 甚至让他们的生命超过五岁以下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当然我们也有进到村座里面去做耕种 其实我们在台湾 谁会拿出头啊 但是呢 到了那边 你的所有的工具 跟材料 它的肥料就是牛粪 我们要和牛粪 然后把它撒在我们耕种 辟好的田地上面 然后在上面呢 铺上了一个 它可以自动洒水的一个 穿洞的水袋 让这样子之后的灌溉比较容易 那这个是我回台湾之前 大概四十天后 第一批长出来的空心菜 好 刚刚用一点 蛮多 蛮快速的时间 让大家知道说 这 这一趟行程 对我们来讲 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那相信也对大家 其实又产生一些冲击 可是那些冲击 其实对我当时来说 它就是一趟 非常高速而扎实 但是每天累到你只能睡 就是 sharing 回到 回到房间你就只想睡死 然后再醒来 就隔天早上了 所以 几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 这么多的事情 直到我在即将回来的时候 我到了这个地方 它是柬埔寨的一个湖 叫做西巴莱湖 我去的这个时候是接近干季 所以还看得到一些水草 然后我遇到了这一位 呃 对我来讲 应该是我在节目下来看过 年纪最老最老的人了 他是一个僧人 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说 其实刚刚 呃 有很多位讲者都 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去开始一段旅行 但是 其实我在 呃 那个 那个 木兰给我的 大家的问题稿里面 我发现很多的问题 其实 还有包含是说 那 当我结束完旅行 我要怎么面对我的人生 对 我那时候有一样的困扰 我不知道说 我那时候就任性的 把我身上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积蓄 全部花在这趟旅行上面了 然后OK 我 我似乎做了一些什么 但是 那我回来以后呢 然后 这个僧人他很有意思 呃 我请他帮我 请他帮我 补了一个挂 那其实甚至 他们补挂的方式 是用手上的一个 一个 牛皮做的纸 然后有绕一个 牙片的签子 所以你把你想像的东西 想在脑海里 然后把牙片牵进去 那一张就是你的签 那我得到的一个签 翻译帮我解读的内容是 她是柬埔寨的一个仙女 然后她 她其实没有 不是属于很高阶的那种 法力很好的仙女 但是她 很努力 然后她四处的旅游 也四处努力的帮助人 所以 最后她过的是 很好的生活 对 然后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 有点不懂 我一直在问说 到底很好的生活是 怎样 然后但是 那个僧人呢 他就一直看着我 然后就对我比一个 所以 可是那时候我莫名其妙 我就觉得 我好像找到我回来以后 应该可以继续做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帮我按赞啊 好 所以当我后来回到台湾以后 其实跟大家一样 都会有面临回来之后 我到底能干嘛 要干嘛 然后 我跟我一起在柬埔寨 认识的很多 很优秀 很善良 很愿意为这个世界 做点什么的伙伴 创造了BCI Rabbit 就是我身上现在这一款T恤 刚刚那只流鼻涕的兔子呢 其实就是 我们 当初服务的那间孤儿院的 其中一个小朋友 他亲手绘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把这个图案 带回台湾 然后 变成T恤 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边的故事 那也 然后这个T恤背后呢 他 每 卖出一件T恤 他会捐出221块的费用给 回到那个孤儿院去 给那边的孩童 资助他们 日常生活每个月需要的 白米 肥皂 上课要用的铅笔文具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发现说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还想为台湾做点什么 所以我们也开始 贩售这个经典图案之外的T恤 我们跟 每个月跟台湾一个 限定的NGO组织合作 然后 去帮他们 记录跟说 说出去 他们的故事 然后一样 把每个月 这款限量款的T恤的费用 一样捐给这个组织 让他们能够真实的 好好的去应用它 好 好 刚刚那个影片不见了 我还会变成 那些图展 我们在木耳月 可以去喜欢画画的小朋友 VCR Rabbit 将小朋友们 放着图案做成T恤 让小朋友们借用画作帮助自己 现在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画 帮助其他人 每个月 我们会和一个部份的 非引力组织合作 用小朋友们的话 设计出当月的主题T恤 我们将它做 每款T恤的衣 每款T恤的衣 都除了享受一个月 之后就再也买不到 你没买一件T恤的衣 打费的合作组织 就会从中货的211页的赞助 除了成功付款之外 也且有T恤 会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 买一件新衣 表达你的新衣 VCR Rabbit 好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的时间 所以 简单回复一下大家 关于 不管是行前 甚至是回来之后 你不知道 再来要面对的人生的挑战是什么的 所有因为未知而产生的恐惧 其实都是很自然的 它都是很真实的 但我的建议是 就安心下来 相信你 现在 就很漂亮 相信你 现在 就很有能力 相信你现在 就可以 用你做得到的方式 去做一些事情 好 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 爱你自己 然后 爱这个世界 世界 也就会忍不住爱上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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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谢谢大家 这里 谢谢大家 神奇